大家好,我是Stan 二代天团Pigbang确定回归日期了 3月21号,YG娱乐官方公开了一张预告海报 虽然海报中只有一张照片,没有歌名等其他讯息 但是能看到照片下方写着 Pigbang 0.4月5号2022,预告了Pigbang 4月5号的回归 而成员们也各自在自己的IG、YouTube频道上发布了同样的预告海报 所以马上就引起了世界各国粉丝们的欢呼 而在预告海报公开不到一个小时 Pigbang就登上了Twitter Worldwide Trend的一位 然后在韩国论坛,很快就有网友发布了 Pigbang新曲成功还是失败的天文 都还没有正式公开新曲,就出现这种内容 Pigbang仍然是Pigbang,不只是成功,应该会有超级爆红神曲 一直都是这样,会成功因为男生们也超喜欢呢 说实话,不是粉丝,但是因为很好奇所以会去听 毕竟是GDT啊,不是,撇开感情什么的 客观来看的话,真的会觉得不成功吗? 我非常期待,我的二十代都是跟Pigbang的歌在一起的 你们不喜欢就不要去听 在这里说会失败的孩子们,MV音源一公开 应该马上就会去听 然后会像万事同博士一样的分析的 但是也有这样的反应 如果成功的话,就认证了国民们都是猪狗 就因为你们犯罪的人都能这样活动 真的被你们感动的都要流泪了 拜托,希望这次大家都能无视 GD之前说过,会在开花的时候回来 4月5号,竟然在新木屋回归 对于Pigbang的回归,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然后,除了Pigbang之外,2020年11月 因为学历造假争议宣布停止活动的歌手红金牛 今天,所属公司也发表声明表示 目前兴趣已经录音完成 将在下个月准备回归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让WuGi换美甲的Soyuan 在拍摄TombwayMV之前 Soyuan看到WuGi的美甲后 马上就让他去换了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我这次有对成员们说 指甲可以做可爱一点 但是我的可爱跟他的可爱好像不太一样 我希望的是比较调皮 但是他跟小学生一样有兔子什么的 我吓了一跳,就让他今天换了再来 整理一下是这样的 Soyuan为了配合这次Tombway的风格 跟成员们说的是 可以做那种像恶童一样调皮可爱的风格 所以WuGi到底是做了什么样的美甲 而让Soyuan嫌弃了呢? 是该被Soyuan骂了QQ 如果用这个美甲来唱 Yeah I'm fucking Tombway的话 会看起来更疯狂吧QQ WuGi怎么这么可爱呢? 真的是很WuGi的美甲 真的QQ Soyuan想的可爱跟WuGi想的可爱完全不一样 但是后来换的美甲真的是超漂亮 完全是Soyuan说的那种调皮可爱 好的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